hello大家好 欢迎回到韩版天堂M12月第二周的更新资讯 本周的更新重点有第一个冰之女王的密室 还有大师大会战以及金字形神塔第三季 我们直接来看内容吧 第一个就是新的活动副本 叫做冰之女王的隐藏宫殿 他就跟之前一样在12月13号到12月20号开放 你进入条件就只要每天击杀100只怪物 就可以获得一个冰之女王王宫的钥匙 然后这个钥匙就可以进阶制作成地图 就是钥匙配30万可以做成一个移动地图 就可以进去打了 然后你也可以使用100个祝福粉末加50万天币 就可以做个钥匙 再把这个钥匙再加天币再做成这个传送符就可以了 那里面可以使用流星女这个技能可以不断的炸怪 达成条件之后你就会获得一个这个奖励箱 冰之女王的奖励箱 然后里面的物资可以看到随机的虚宝 基本上都会有三色币或是龙钻等相关物品 那最大奖可以看到圣物卡冰之女王的王冠 好第二个改版内容就是 大师大会战全面战争开放 就是我们之前说的跨幅 还有大师副本的100%掉落活动又来了 时间是12月23号到12月20号为期一周 那在一般幅开放的就是大师副本 像支配塔纳格巴斯礼拜堂还有魔族之地 然后在重生幅的话就开放了奥塔信念之塔 以及遗忘之岛的100%掉落 好第三个重点就是 那个金字型神塔第三季的开放 本次开放为期两周 那这两周的金字型神塔 有做了一些能力上的调整 首先第一个更新就是复活时的贩售量增加 原本只能买五颗 现在改版之后可能买更多颗 第二个是新增了那个增益珠子 在战动开始之后 区域缩圈的时候 在起点的位置会出现随机的珠子 打掉之后你会获得范围内的增益 只要在范围内的人都会获得这个buff 那buff有两种 第一个是那个祝福武器的buff 他的能力是静伤加5 静命加5 第二个比较强是永水的buff 他能力只是攻速加50% 那分别是持续8分钟跟6分钟的buff时间 第三个内容就是 新增了新的那个妨碍型的陷阱 第一个是石像鬼雕像 他会让陷阱在固定的位置一直不断的发动 第二个是有毒蘑菇 会在区域内造成大爆炸 会在区域内爆炸 然后造成大范围的毒气伤害 第三个是炸弹蘑菇 他会爆炸之后 在范围内造成大范围的火焰伤害 最后一个是奇怪的妖精 就是我们所谓的葛林 打死他之后会获得 那个回复药剂 还有解毒药水 战斗卷轴 复活时 还有法力立即回复药水 第四个就是会新增的在固定区域 隔一段时间触发的大范围陷阱 像有火焰焚烧 还有闪电落雷这些 好下面一个内容就是 本周韩版的TJ是开放特殊变身觉醒TJ 接下来看到就是韩版本周的周末制作 两张子卡分别是变身卡暗夜杀戮者 以及娃娃卡恶魔 然后这次的红卡制作箱有第一个综合英雄卡片选择箱 他分别是变身娃娃跟生物都自选 然后选择一个 然后再来这个特殊卡片制作 变身是开放通气饭固结 娃娃就是黑色漫薄兔 其他的制作内容就跟过去是一样的 大家参阅一下 那本周又有这个100包的最高级卡包制作 那些课长们你们想要拼的 记得把握这一周 好再来看本周的个人制作部分 有开放这个是 爱欧丁的最高级服食箱子 就随机开到蓝道紫的服食 然后25万的变身币 娃娃币 还有三色币的箱子 然后本周的兑换是 真系列的卡片兑换 还有娃娃的海洋哈维兑换 以及这个克特跟 那个阿鲁巴娃的几率兑换 下面一个就是礼包部分 那这个礼包是 奇岩城的商人贸易品 那里面有一个代币 然后一个凭证 3000的那个荣誉币 荣誉货币还有300颗龙钻 那这个凭证可以兑换东西是 你使用一个可以兑换 加4的成长手环 然后使用一个代币 可以换一个加4的龙之水晶选择箱 你使用一个代币 可以换三个特殊的圣物抽卡券 就是保底蓝几率红跟紫 然后用四个的话 可以保底获得一个 英雄的圣物选择箱 然后剩下这个 如果你也可以使用一个代币 去兑换两招 两个最高级卡包 然后这个特殊的圣物卡牌 就是跟你们看到一样 保底蓝然后几率红跟紫 然后再来看 那个奇岩城的选择券呢 兑换券8张可以换一个 这边比较特别 它换的是娃娃探险的凭证 你用8个可以保底对话一个传说的探险凭证 用6个失败的话可以获得一个英雄的 成功就获得一个传奇的传说的 然后再来用4个的话 就是失败获得蓝色的稀有探索凭证 还有成功的话就是获得英雄的凭证 以此类推三个就是获得绿色的高级失败 然后成功就是获得稀有的一个 两个就是获得失败的获得一般的白色的 然后成功就获得 成功的话会获得是选择箱 选择箱里面可以开出来就是传奇到 一般到普通的那个凭证 最后一个一个就是兑换 特别的圣物抽卡卷 就是保底蓝的那种 好再来往下看就是一般的台币包啦 这边比较没有没有什么太特别地方 那我们讲这个凭证啊 这边有一个那个 西马的凭证 西马的凭证他这边兑换的内容物有哪些 那卡牌卡包券换的东西跟之前一样 都最高级卡包这些选择的 那我们看西马凭证吧 西马凭证用8个可以兑换10个神秘的圣物卡 稀有就是保底蓝基率红的圣物卡 然后两个的话可以换到高级粉末香三香 然后用两个可以兑换两个硬币选择箱 一个的话就会换到一个稀有的圣物卡 稀有的神秘圣物卡 就是保底蓝基率红的 那如果你使用16个 16个凭证据的话 可以换到三个神秘的英雄卡片选择箱 然后8个可以获得一个神秘的英雄卡片选择箱 那如果你用另外16个就可以兑换到这个 紫变保底点数 这次又开放了 成功就是给20个保底张紫 失败就给3这个保底点数 好剩下的就大家参阅一下 好以上就是本周韩版12月第二周的更新内容 大家喜欢的话帮我点个订阅点个赞 我们下支影片再见 掰不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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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见